你好 请讲 你好 不好意思 师傅 弟子给您请啊 谢谢 有一个问题 请师傅开示一下 就是有一位1037号的弟子 因为突发老出血 然后抢救无效 在元旦就是1月1号当天去世了 41岁就走了 师傅在版门之中回复了急诊的邮件 说他因为缺了大德 莲花也掉了 请师傅开示一下 像他这样的情况 缺了哪方面的大德 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果报 可以让弟子们引以为戒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记得这件事情了 因为我可能帮他看图腾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他不行了嘛 所以我就说莲花都掉下来了 因为你要知道师傅跟你说莲花掉下来 基本上就是有灾有难的话 保不住了命了 你听得懂吗 哦 听得懂吗 像这个因为我已经具体我不记得是哪一个 因为我每天不知道多少 各种各样的人来问我呢 明白吗 缺了大德一般的呢 要从两方面去找 就是说 不是说他啊 我现在因为没看毒灯 所以千万不要拿师傅的话去讲人家了 人家已经走了 如果哪怕是受惩罚的话 那已经受了 就不要我们再去 好像像幸灾乐祸一样的 不要去讲了 明白吗 主要问题一般的来讲 要么就钱财 要么就是这个背后啊 这个婴人家啊 男女之间啊 这种事情了 明白了 哦 好的 还有嘛就是 钱财方面们主要是出菩萨身上的血啊 他是收得很快的 明白 我没说那个人啊 千万要记住 不要乱讲话 好的 明白 好的 因为是这样 就是因为他走得太突然了 然后家里面就是很不能理解 然后因为他走的时候就是就跟他妈妈 就是他还在没有完全昏迷的时候 他就跟他妈妈说 因为他没有给他留下孙子的福孝 然后自己好像都知道一样的这种感觉 对啊 所以他妈妈现在就是做得很厉害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人不是是我姐姐 你记住一句话 因为人有两面心 有的人呢 可以把自己心里的话告诉人家 但是有的人呢 就是永远不会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告诉人家 他不告诉人家的话 但是我问你两句话 菩萨知道吗 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 如果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 可能是一个大劫 也有一个劫难 因为有个劫难你没有很多的功德去cover他 去把他就是没有很大的功德去越过他障碍 他就会把你带走 你比方说他在41岁的时候 他过去生中在41岁曾经害死过一个人 那么在他今年的41岁的时候呢 他必然呢 他就会被带走 你听得懂吗 就给他在人间享受41年 也就是说他41年之前都分好 但是他在上辈子41年的时候做了一件大缺德的事情 那么他到人间来要受这个报应了 就是给他41年之后就让他这么走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么如果他有很多的功德 可能他这个劫就过了 但是他没有很大的功德 他这个劫就过不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这个人出车祸了 如果这个人 我们不好意思讲 讲得比较俗气一点 这个人进了医院之后 他有很多的钱 医生给他用了最好的药 经过多次抢救 可能他会救活 这因为他的功德就是他的钱财 听懂了吗 他有很多的钱 所以他能医生把他抢救回来 那么同样这个道理来讲 如果一个人 他这个劫过得去过不去 就是要看他的功德 他功德很大 他这个劫就过得去 功德很小 他这个劫就过不去 你现在能明白我意思了吗 明白明白 我不一定是 莲花掉下来呢 有两种可能 如果就是下面要拉他的话 先要把他的莲花拉掉 要抱到上面去 抱到上面去 把他莲花拉 我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党员犯错误 先要开除党籍吧 然后再可以判你行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那是这样 因为他走掉的前一天晚上 他妈妈就梦掉 有一条有腿的小蛇 跟着一只很漂亮的小鸟 爬走了 周围就是白天街道的那种环境 因为他本人是属蛇的 那这个是他上天去做瑞瘦了 还是去投畜生招了 要看很小的蛇 不一定是瑞瘦 如果很大的蛇 那有可能 但是根据他 现在走的这种情况 没有受很多痛苦 说明也不会太差的地方 不是的 他走的时候其实很痛苦 因为老出血 然后在医院里面 头被砸了三个钟 因为要把血引流出来 然后走的时候 全身都是浮动的 他妈妈就是承受不了 那就不要讲了 那就是那就是肯定是这种事情 就是说 这个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明白了吗 师傅您现在能不能自卑 帮他看一下 他真的走的很痛苦 多少时间了 已经多少时间了 1月1号走的 他叫什么名字 叫雪云 雪云 云是有草字头吗 云是草字头 加一个云朵的云 感恩师傅您自卑 他个子不高 一米六多 应该也不上癌的 一米六八的样子 没有没有 我看他 你看看他 像一米六二到六五 六五不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差不多 脸是圆圆的 圆脸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他 你等等我 好的 嗯 两个事情 好吧 算了 我今天是 应该不看图层的 帮你看了一下 是这样的 一个事情呢 他感情上犯了一个 过去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感情上 过去 过去在男女感情上 犯了一个很大的戒 嗯 现在爆 现在爆了 他曾经可能谈过恋爱一个人 或者怎么样 后来自杀了 嗯 不是不一定是为他 但是是也是在感情上出问题 后来自杀了 嗯 哦 是一个中年男子 看上去 看上去就是有点点胡子的 就是 有边上啊 就两筛啊 这里有点胡子的 嗯 人是瘦的 瘦型的 这个人来拉他的 嗯 哦 拉得很急很急 很急的 就几天的时间 啊 几天的时间 因为你去看好了 他 他应该 他现在 他走的时候应该是三六九啊 嗯 对对对 他是 他是四十 四十对 肯定是三十九呀 嗯 他是七七年的 应该是 那 那师傅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原因 他欠人家一笔钱呢 过去 我不知道欠谁的 哦 你问问他妈妈看 他妈妈应该知道 嗯 哦 所以我告诉你 在人间 借人家钱拖欠什么 不还 人家死掉了 就会到阎王殿去告你的 嗯 哦 所以为什么钱不能乱拿 因为拿人家的钱 你会有报应的呀 你看看很多 贪官们都是拿人家钱才报应的呀 你对不对 嗯 嗯 明白了吗 就这两件事情 但是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蛮好的 不像好像 哦 他还在中英生飘呢 嗯 还没有到哪里去 赶快帮他念小房子吧 嗯 哦 他现在还在中英生 还没有到哪去是吧 他回到自己家里两次 嗯 哦哦哦 嗯 你妈妈应该做过做到过他的一次 还有一次 另外一个人做过做到的 嗯 准的不得了 那我们 嗯 那我们现在要放多少 要 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他这个能不能去到心灵净土呢 嗯 我看看你们好好帮他念 上天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嗯 他本身也是个节呀 嗯 嗯 对的 他其实也是一直在 在修的 他在修的 嗯 嗯 对 他就是 他也是很 你问他有没有借过人家钱 你就知道了 嗯 哦 他偷偷的 暗中 暗中可能借了佛友的钱 要么就是叫人家做生意 把人家钱亏掉了 或者他自己拿进 他没亏本 就像这种类似的 嗯 这个会有报应的 明白了吗 那师傅 师傅 现在他这个借的钱 我们在时候就是把那个 帮他放生放掉 这样 小房子呀 可以帮他这样子 对呀 小房子还有放生都可以 最好是小房子 然后加点放生都要 放生大概要放四千条 哦 四千条 好的 好吧 然后小房子的话 大概还要多少 就是能够 小房子83张就能上天了 哦83张就能上去 然后我们就 我指的是质量要非常好的 好的 明白了 然后就是敲到天下 也只是上天 就是说如果 尽心里尽处的话 还就是不停的要念 对吗 你要是在 在天上的话也是很好 天上的话做天人 然后呢 在天上也可以修的呀 就是说 好的 我们人唯一的能够提醒天人的 就是说让他修行呀 因为你食而着给他烧几张小房子 他至少知道有人在提醒他 要再好好修养 明白吗 好的 明白了 然后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之前他爸爸是不幸福的 然后也是因为老去学出院了 他也一段时间 带他爸爸念了很多的小房子 哎呦 然后是不是这个 会 一定会 一定会 背了 很多人走掉 跟这个都有关系 因为帮人家背了嘛 你太执着了 我一定要他一定要 你就把他的业全部背到身上去 对 他爸爸现在已经出院好了 然后他就进医院了 哎呀 我告诉你 昨天我还有个案例呢 对不对啊 自己 帮他爸爸的肺 肺癌念好了 他自己得肺肿瘤了 就是肺肿快了 就这样 对的 因为他之前跟我 他已经战得不舒服 他跟我说 然后我就提醒他 不能再念了 不能再念 难怪 哦 那就有可能 他爸爸欠人家钱 赶快去问他爸爸 哎 要么他把他爸爸背了这个钱了 哎呦 哦 就是这种念经的情况下 他爸爸的 他如果帮他背业的话 也会到他身上去 对啊 这个人 他爸爸欠人家死成钱呢 那他爸爸有业障了 所以生恶病了 他说 他帮他爸爸不停在这眼睛 但是他人家这个恶鬼不是来找他 你来还吗 你还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